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Chinese的藝術頻道 今天會和大家畫小臭女 今天我就選擇了用水彩去做這幅畫 我這次用的水彩筆跟平時用的水彩筆有少少分別 我相信大家都有機會用過這隻比較新興的水彩筆 它是屬於自來水筆 就是將一些水份進入筆裡面 當你去點水彩或滑水彩的時候 按一按那支筆 裡面的水就會放出來 就會令到你的筆可以保持濕 到了這幅畫中段的時候 我也有用過另一支很幼身的水彩筆 用來做一些細胃的 因為我這支筆 其實屬於中粗的尺寸 但它又未至於很細 變成在做細胃的時候 始終我都是拿回一支 很有很有的水彩筆 去做 就比較容易掌握和控制一點 大家都可以 去做水彩的時候 留意一下我們盡量用淺色走先都可以 深色就覆蓋不到淺色 但如果你先走淺色的話 你做深色就可以將淺色位置覆蓋到 當然 當你練習熟了之後 你都容易去判斷究竟 哪些位置我可以先加深 哪些位置先用淺色 這個也是靠大家去練習的時候 做得多一點 就會去理解到 究竟 控制水彩的顏色 應該是用深還是用淺的 在這裡提議一下 大家 如果你們做水彩的時候 最好就可以將 畫紙的四個邊 將它固定 不要讓它一落水之後 它就開始 因為會卷曲 將畫紙 就令到你控制水彩杏料 比較困難 或者大家如果習慣用畫寶 想用畫寶去畫的時候 盡量畫一些 四邊風膠 那些去做 亦都會幫助大家的水份控制 那都會是好一點的 在這裡也要跟大家說說 如果第一次來到我頻道的朋友 可以看完我的影片之後 如果我喜歡就都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我一直都會放一些 新的 影片出來 給大家 去看 另外呢 如果是看我的頻道 就真的 我都skip了剛剛那個星期 的影片 因為 實在 不好意思 實在太太太忙 因為都有一些project在搞 遲些 可能在 有些會搞一些 新的 提議給大家 或者是 一些新的 活動消息給大家 都希望可以在這個頻道 分享給大家 以及 跟大家說 做到這裡 其實都想提一提大家 因為 做 一個 外國人的 面孔 我會 就像這次一樣 這個就是 臉 其實做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用的顏色 都是 很淡的 色 和很淡的 所以 我們用色方面 人的臉 其實是可以 很多種不同的顏色 都可以 這次這個 我就選擇了 用一些 Pain Pain 的顏色 令到 整個人像 可以顯白 除此之外 這次我都想分享一下 我用 這個 自來水筆 時候的感覺 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覺得這支筆 其實都是 方便的 方便在哪裏呢 就是如果大家 喜歡出去寫身 或者是帶一些 比較 可能想出去旅行 去畫畫 畫一些Polka size 或者是一些 大概A5 size的 畫的時候 其實這類型的筆 其實是一個 超級方便的 用具來的 因為它不用你去 經常去 無停找地方 有一盆水 又要有一盆水 去洗筆 因為其實去洗筆的時候 你只需要 擠 它裏面 自來水的水 出來 其實你 在紙巾上 順著 那個 筆的 毛去 抹 其實它已經 一邊拖著拖著 其實它已經很乾淨 不用特地去洗筆 所以這個是 方便之處 但是 外於它的尺寸 尺寸 不太多 尺寸 可能只有大中小 可能 最多都是加多支平頭 左右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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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一些不太熟悉水彩的朋友 可能控制它 是會比較 練習 控制一般的水彩 不較為困難 少少 但是當然 如果你 自己都畫開 有不一定的能力 用這支筆 可以嘗試多一方面的用具 方便自己 到處去 畫畫 寫身 其實這支筆 也是有它的好處 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用過 大家都可以留言給我 告訴我 例如你們平時 如果你有用過 或者沒有用過 對這支筆的感覺是怎樣 因為 其實 可能你沒有用過 都想了解多些筆 你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回答 另外 如果是 都用過 或者是用開 希望大家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下 究竟你用這支筆 有什麼心得 有什麼方法 可以 更加運用 這支筆更加好 不妨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 在這裏做一個 互相交流 到這裏 這幅小丑女 就差不多畫完了 今次的分享 可能比平時的 需要多一點的掌握 但其實只要大家 練多一點 都會做得更加好的 多謝大家收看我 今天的影片 下星期見 拜拜